基隆市某国中21号深夜 经传一位社会科专任教师确诊 值得注意的是 这名教师总共在11个班级上课 虽然教学时都有戴上口罩 但为安全起见 校方还是在晚间 紧急通知所有家长 22号全校预防性停课一天 改为线上教学 校方也要求所有接触教师 全部进行PCR检测 筛检结果为阴性的教师 才能在25号恢复实体上课 这位社会科老师 因为他一个礼拜 每班只会有一节课 他也没有跟学生一起共餐 并不属于密集接触者的定义 另外在移民署北区事务大队 以兰收容所 14号爆出保全确诊后 整条感染链累计31人染疫 有民众爆料 所内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感染 没确诊的职员却要无限贴班 等于被丢在所内等染疫 移民署则回复 目前已经启动应变计划 所内同仁请勿正常 其他单位人力也会随时制约 没有无限贴班的状况 宜兰县卫生局则会在 22号下午1点到收容所 进行全所筛检 今天也派出了医疗团队 会进去整个收容所 在进行所有的收容人 包括员工的整个整体的筛检 移民署表示 目前各项防疫物资 及快筛事迹充足 未来将加强沟通 提供同仁正确防疫资讯 记者朱丁蓉林医生 张智人综合报导 水神抗菌液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号可以有折扣喔 谢谢大家